-伯母的 increíble 大家好我是Jasper 歡迎收看我的很高的頻道 然後今天我的人 我每次開場啊都是在機場 然後我現在非常的早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幾點 現在是早上的7點多 為什麼是7點多 因為我剛從冰城的那個機場 6點然後來到這個也是7點 然后我要等我的地区巴尼岛 OK 现在等飞机的时候 你有跟大家讲 知道为什么我会时常去巴尼岛 有follow我很久人 大家都知道我去了3次巴尼岛 不是我第3次 因为好像巴尼岛是一个东南亚海岛里面 然后定价里面 最高的一个海岛来了 因为它就是你可以付很少的钱 然后住在印流的酒店 所以我很爱去巴尼岛 然后好像网络上想的啦 巴尼岛就是一个一流的沙滩 二流的酒店 三流的风景 所以我去那边是非常放松的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现在呢要等着我的飞机 我希望可以快点到然后好好地吃一餐 耶 要跟大家讲 现在是12点12分 然后我终于到了巴尼岛的这个机场 我现在排着做这个移民的东西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今晚的住宿 它是一大大大商的双人床 酒店的概念是环保的 然后我刚刚走了一圈 我给大家看 它一椅子全部都是以环保设计为主 你看到吗 非常特别 它们很贴心就是它们有它们自己的调酒那种 材料啊 杯啊 然后你们就可以晚上可以在一起chill 然后这个是一个冰桶 你看看 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床哦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包客厅这样子的吧 对 它是一个户外这样子的 连接个个壁房间这样子 然后全部都是一个竹树 你看它的厕所哦 我超级喜欢的 比较有很多种很 日式的感觉 就是小木居缝 你看超级干净啊 这个是它的冲凉法 它都是以木设系为主的 你看到吗 它全部地板都是木的 所以我再准备一下 然后去吃我的午餐 Morning大家 今天是第二天的早上 你看现在早上几点啊 现在早上10点09分 我现在凉都没有冲 只是刷个牙齿 我赶快要去我的酒店的楼下 想要我的早餐 我的早餐只到11点罢了 我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吃 所以要赶快去楼下吃我的早餐先 给大家看一下 在早上的这个环境 这超多人的 这个天气很好 因为今天的阳光不会很大 就有蓝天白云 再配上一个backphone 我觉得是完美啊 服务员呢 在安排位置给我 他在找着 有没有这个sofa的位置 我就可以看着美景吃早餐 哦 有味耶 这里有一个位置 耶 我一个美的位置 可以作为享用我的早餐 我现在非常后悔的 没有洗澡来吃它的早餐 我现在发现到 每一桌 每个人都洗的很干净 全都很好看的 来享用早餐 我现在整个是 我唯一一个 吃辣辣辣辣辣 头发散散的来吃早餐 可是我今天很幸运 我选到这个位置 你看 超漂亮的 刚服务员已经就拿来 我的菜单了 你看他早餐的选择非常多的 所以我现在来点我的早餐 然后我现在已经选好 我要吃的东西了 我现在叫服务员来点 我已经遭受了好久 完全没有人在跟我点餐 我最近叫小哥哥来帮我 预备食物了 它的鸡 超漂亮的 给我这个 这个 对 OK 哈啰 超级友善的 我选了这个草莓的 感觉是最好料的那个 来 先吃看它的先 那一张看起来很美 我有点失望 我还以为它是酥脆的 结果它是软掉的 可能它放出来很久 然后一直被海风吹它 整个外皮是软差的 虽然阳光太大 然后我又没有拿眼睛 我又没有查到防晒 不然我想要下水游泳 鱼娃过后你就可以吃一个早餐 哇 超完美的 耶 我的食物来了 我的全部食物来齐了 两个主食 一个小饮料 OK 我先来吃大家超级都推荐的这个 NASIK GOREN KAMBON 是每一桌我几乎上每个人都有看到 大家都在点的一个 它这一盘里面呢有附上了一个这个 它这个不是SAMBA 因为很长炒饭都会配SAMBA吧 它这个好像是一个那种 一个烟料之类的吧 然后上面有放一个荷包蛋 还有一些GOREN KAMBON 嗯 它这个饼干呢 它有一股 咖哩的那种香味 还蛮特别的 然后来吃它炒饭 它炒饭呢 你就看上去就非常丰富 它虽然没什么料 但是它放了很多那种小配料 那种小辣椒啊 香菇啊 一些长豆来去炒 所以我觉得整个饭应该是 会很香 它炒饭是非常香的 而且你看它炒饭 它那个颗粒啊 不是那种炒得特别干 而且它是有那种 一点湿湿这样子 所以你吃下去哦 很好喝 很像 有一些那些鸡肉块 它就切丝了 过后炒进里面 所以你一口下去 你可以吃到很丰富的一些料 就是鸡肉啦 跟一些香料跟香菇 泡炒饭不会很辣 所以它都可以吃的那个味道了 我吃完炒饭的味道过后呢 我就吃这个炸物品盘 这个也是看我看小红书和人家讲 来Botterhead 一定要来吃的这个 然后这个呢 它就有不同的酱料 它是属于黑色的酱料 看到吗 然后搭配下去 炸物里面呢 有给你三个不一样的料啦 一个就是 炸豆干 炸玉米吧 然后这个东西我就不太懂是什么啦 等下吃看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还有放一些小辣椒 所以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可能可以一口这个喽 一口辣椒就很好吃 因为我早上肚子经不起辣 所以我就先不吃辣 先这样子吃先 所以我先拿一个这个来吃 不懂什么东西来的 蘸它酱料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 Dempest之类的吧 可是它是拿来炸过的 它裹上一层外皮 然后去炸 还蛮香的嘞 它酱呢 是属于比较偏天型的 它不是辣的 所以它也帮这个炸物提供了很多那个味道 我还要好吃 我要吃这个玉米 它这个玉米炸起来比较黑啦 比起那两个的话 你听到小脸吗 超比辣椒的 我个人爱玉米的多过这个 Empest 太好吃了这个玉米了 超我的味的这个 它就切了很多这个玉米粒 然后抹上那个面粉 面糊 然后拿去炸 变成这样子 我来拜了两次啦 我给你们讲的是 他们每一家餐厅的酱料 都很用心 因为他们酱料啊 单单每个食物啦 可能都有好两三个不一样的酱料 你知道吗 我现在吃这个豆腐的 哦 我偷偷以为这豆干 就是普通豆干也去炸吧 我错了啦 你看它里面有一些黑料耶 我个人不喜欢吃豆腐人 可是这个是蛮好吃一下的 因为它拿去炸过了 非常酥脆 所以我基本上呢 主食都是已经吃到七八八了 然后我刚刚点了一个 sputi 它这里没有sputi bowl 它全部把它们放成一个杯的 然后我点的是那个mixberry 所以是红色 我要跟大家讲 我现在住的这个Potato Cat 因为它曾经啊 Rose有来住过 如果你很幸运的话啦 单讲你可以遇到 看起来它就在旁边游泳 还是什么 所以你们真的 可以来自己住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状态 就是吃着我早餐 然后看着人要游泳 然后看着那个 避免的大海 哇 太爽了 然后去楼下哦 拿那个观众送我的这个 一个像饼干这样子的咯 一个很像蛋挞这样子的 真的太贴心了 他买了 四个四个 然后给我 我给了我朋友两个两个了 真的很谢谢我的印尼观众 就特地从 我知道我住这里 然后拿来这两盒的东西给我 真的太感动了 这个我刚才有吃了 这个 我觉得超级好吃的 它像蛋挞这样子的 然后薄薄一个 它不像我们的那种 马来西亚蛋挞那么厚 它不会太甜 如果你要我两个选一个的话 我超爱这个 像一个饼干这样子的 我很喜欢 是因为它有很重的那个奶的味道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nut 哇 超好吃 然后真的谢谢你谢谢你 我现在吼 然后立刻就准备一下 现在时间是1点39分 然后前往着我的午餐的地方 所以午餐吃什么呢 我真的还没有想到 所以我去那边过后 我再看一下要吃什么 OK 走了 几步呢 我就来到这家 我这家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环境哦 它有份户外跟一个室内 然后户外就有一个小笼子 一个小庭院这样子 充满那个树林的感觉 你看到吗 哦 这个是哈巴塔 哇 很大一间耶 这家哦 我在小龙叔有没有看到啦 因为我是就无意间看到了 我才来这里的 我做了这个 开箱给大家 我今天点这个是 豬肉的 你看它大辣那个 超级酥脆的 我先来试试看看 它这个豬肉呢 它是写12小时煮的啦 所以应该它的意思是 表达12小时煮的吧 它是一个名字力 还是它是真的这样的含义 因为我不懂 然后它有附上一个 附上一个酱啦 巧克力色这样子 可能是它的精华之类的 再淋上去 哇哦 淋上去了 过后 就来开吃我的豬肉 可以看来看 它的豬肉是超大一块的 我还以为很硬 你知道吗 结果一切下去的时候 非常软的 我们比较中式的那种猪肉 罐头之后拿来炒菜那种味道 它比较不像西式一点 所以它的味道有点 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 一样 然后我来试看它的外皮的部分 就是它那个酥脆的外皮部分 哇 现在刚刚我只是切它的肉部分嘛 所以它那个部分别那么好吃 汤皮下去 嗯 好吃很多 它的旁边部分呢 就有附上一个马云淑泥 我下来吃了看看它的马云淑 你看 OK 它的马云淑就中规中矩 然后搭配那个豆腐的话 就这样没有到非常惊艳的一道菜 我觉得还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刚才我们点餐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食物的那个单的那个名字 太长了 我们也不懂是叫什么食物嘛 然后那个服务员有点小 态度不好啊 不爽的脸色在面前给我们看哦 服务方面是有点偏差 因为我去了好多家的巴黎的咖啡啦 他们的服务度都超好 这家就略差一点点 就是这个服务员 OK 我点了Archive Bowl来了 这个是Mixberry底的 你看 我去每个咖啡都一定要点Archive Bowl 因为我真的太爱Archive Bowl了 因为巴黎岛的Archive Bowl 基本上都不会采的 都太好吃了 但他们用的料啊 全部都是满满的 都给到很足了 OK 已经吃完了 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多少钱 我可能四个朋友去吃哦 Dontor的价格是777千的 所以我大概是200多马币 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不会再来啦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 Hassive的价格是有点大 它时候也没有非常到 经验让你想要回来了 渔王啦 所以现在吃饱了过后呢 去走走一家 看什么是可以买的 那就随意进来一家 男装的服饰店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衣服 OK 现在是几点啊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整整是6点01分 我从我刚刚午餐地方呢 坐来这里呢 大概要一个好多的时间 我给你完全是碎死了 太好睡了 而且这个地方有点远 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在Rock Bar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现在实际是非常 每个6点就是日落的时间 超级漂亮的 超级舒服的 你看它整个环境 原来它的Rock Bar是在这个地方在下面 所以就走着去 然后天呢 已经开始一点暗了 整个的建筑都超级有心思的 超美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餐厅吧 现在到了这个Rock Bar这个地方 然后一直经过Rock Bar 它有很多这样子的小店 就可以去逛 因为反正我时间长是7点嘛 还有半个小时可以逛 它全部都是服饰店 到製品店 我今天下午呢 就在它的那个IJ那边Book 然后这个 所以它这个是它的订单 不知道可以找进吧 在52分 所以现在呢 需要做这个东西 下去上面 其实有一个小廊车这样子的 你看它整个环境 超级舒服的 现在去的dinner 那个房间 还有分食物区 还有酒吧区 我现在去的房间呢 是食物区的 基本上都是坐满的 然后这个上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从上面看到的那个DJ台 所以晚上呢 基本上是需要开那个电话的灯来包 因为太暗了 看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点着我们的主食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刚刚真的会饭那个口感 我刚才不要录了 我觉得太大声了 然后我朋友们在讲话 我觉得不好意思去打了他们吃饭 所以我就没有去录进去了 我跟大家讲那个会饭 刚好它那个米饭哦 它比较柔软一点 我个人比较没那么喜欢 然后你吃到后面去 有点脚腻啦 所以我个人不是很推荐那个的 而且它有龙虾很好吃 因为它的龙虾哦 是属于那种烤过的 所以它有一种碳香味 我觉得很香 那个配着那个饭也就很加粉 然后现在呢 我的人呢 是在边走着要回的那个方向啦 然后我跟大家讲 这个酒吧呢 是大家号称的 十大全世界最美的酒吧 我一下来的时候 的确是很惊艳 是很美 只不过 它的食物方面 我觉得是中回中去 也没有到很好吃啦 然后它的饮料呢 我觉得它的那个 gottet也没有到很浓 所以我觉得 如果想要买醉的话 这里就不太适合了 所以现在 我走着回家 回去就有酒店 然后我先跟大家做个总结 早上 早上就要好了 现在要准备心情 然后回去兵城 然后跟大家讲 这整个酒店真是太棒了 然后一回时候 那个人 他会问你一下 这整个酒店住到这天 OK不OK啊 然后你没有transfer 回去啊 我觉得它的服务员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然后回前呢 他们还送上这个手盘 就代表幸运这样子啦 给你带回家 这样之类的 这环保概念的酒店呢 我觉得是给十分 满分的话 可以讲是十分十分的 我觉得可以讲说 如果下一次再来的话 我还会考虑住这家 因为真的心底值太高 真的是很推荐大家 来自己住啦 然后现在呢 要准备等我的车呢 就回去兵城了 期待我下个trip的那个影片 所以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按赞 分享 还有带小铃铛 所以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